很多人暴饮暴食 这个肠道就出现了一些问题 首先我们来看一个小片 我们可以看到视频当中 这个女子吃了很多高油高热量的食物 还吃了不干净的草莓 导致了急性的肠胃炎引起了发烧 这个肠道在人体的健康当中 起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 那如何养护好我们的肠道呢 接下来有请今天的专家 国家高级营养师 肖斌老师 欢迎肖老师 肖斌 国家高级营养师 国家高级营养讲师 原中国健康促进医学中心营养主任 肠道作用的主要有三个 第一个来讲它是最重要的一个消化器官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每天受的这些食物 其实你受的是这些食物当中的营养 对吧 营养然后通过营养 通过器官运输到我们体内 对我们身体整个是有一个好处 最重要的消化器官就是我们的小肠 因为小肠是吸收营养 所以如果你的肠道不健康的话 你这些食物吃得再多 再全 然后到你身体里头 那么它消化不了 营养价值释放不完全 所以这个对身体来讲 还是不能完全达到这一个健康状况的一个条件 这是第二个来讲 最大的排污器官 那么我们80%的这个 不好的这些物质都是通过肠道来进行排泄 那么现在很多人还是这样 就是你发现很多人这种便秘的情况会比较多一些 不光是老人 年轻人 甚至于孩子那种便秘的情况 现在也是越来越严重 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呢 就是说它的肠道出现比如说菌群失调 或者说肠道出现气质性的一些问题 会造成这种排污不太顺畅这种情况 第三个 肠道也是最大的一个免疫器官 我们70%的免疫情报都在肠道当中 所以人体健康不健康的话 就是肠道说了算 有一句俗话叫做肠年轻 肠年轻 第一个肠就是肠子的肠 就肠道的肠 只要你的肠道年轻够健康 你人身体才够健康 所以综合上来讲就是肠道它是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饮食90%以上的消化 都由肠道来进行 第二个排污 80%以上的这些污都是由肠道来排出 然后人体70%以上的免疫功能都是由肠道来实现 所以说这肠道的作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而我们有时候往往却忽略了肠道的作用 是的 这个肠道的健康 真的占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如果要健康的话 首先要养好肠道 对 其实在我们这个日常生活中来讲 包括可能就是家里的身边的这些亲人或者是朋友 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就口气重的人 一方面就是咱们老话老说 消化道有问题 消化道有问题 消化道问题其实在哪 不光是在于肠道 其实还在于你的这个肠道的问题 所以你就会产生口气比较重的现象 另外再有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情绪紧张 情绪紧张 焦虑 睡眠不好 也会导致肠道出现问题 因为这就是肠道菌群失调 所以刚才说了 就是免疫器官 消化器官 排污器官 那么它的这个作用 它和全 其实你看它简单是在底下 对吧 然后七拐八拐的 六到八米长 对吧 然后就是你觉得它不是特别让你觉得 这个像心脏 像肺 像胃什么 感觉特别重要的这个情况 我们常说的这个益生菌 我们可以看一眼这个表 然后益生菌当中呢 这些益生菌呢 是在我们肠道当中 这个含有这个菌的种类 甚至于说 有些我们可以外源 外来的一些益生菌的添加的种类 都是这种菌 它们是对我们肠道和整体身体状况 是非常有益处的 然后呢 益生菌 还有一个有害菌 有害菌我们知道就是说 如果它要泛滥的话 对我们身体降低免疫力 产生各种各样的疾病 甚至包括一些癌症 和心脑血管疾病 其他这种状况 都是有害菌比较强大来作乱 在这其中有一种中性菌 它这个中性菌 像大肠杆菌 像这个链丘菌什么的 它这个中性菌的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说它就叫墙头草 哪头风硬随哪头找 如果你这身体当中的益生菌比较好 这个益生菌在肠道当中排列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想就跟一个城墙一样 一个一个一个排列 手拿盾牌的一个一个小战士 然后呢 排列好 它就整个在肠道中 形成了一种这个长城一样 抵御我们这个有害的这些物质 毒素病毒等等这些侵害 那么如果说你这个益生菌 战斗力不够 活力减弱 那怎么办 这有害菌肯定就强大起来了 是吧 这个中性菌 它就变成了寒暄了 它就帮助有害菌 打你那个益生菌 你身体就出现问题了 那我们可不可以理解为 在肠道当中的这个益生菌越多越好 它是正义战士 但也不能说是越多越好 因为它这个身体当中的这些物质 它是有一个极限性 就跟我们常说 免疫力不是越好 越强越好 都说提高免疫力 提高免疫力 你提多高 太高了 还容易得免疫系统一些疾病 有益生菌呢 也是这样 它呢 不是说你越多越好 它是有新的 它有代谢的 两周左右 这肠道菌群就要代谢一部分 两个礼拜 新陈代谢 旧的不去新都不来 它有再生能力 这再生能力从哪来啊 就从你吃的这些食物当中 那哪一些食物 可以帮助我们补充一下益生菌 像比如说啊 这个膳食纤维 膳食纤维 对 还有一些多糖类的 这些食物 多糖类的 就包括菌类 菌类多糖嘛 海藻多糖啊 还有什么香菇多糖啊 银耳多糖那种 多糖类 还有一些低聚糖的一些食物 这些东西统称叫什么 叫益生元 这里又牵扯到一个话题 就是益生菌和益生元的一个关系 益生元简单的规定说法 就是益生菌的食物 你得给这益生菌补补 然后呢 需要的时候 再补 这样让它尝到当中 它有一个适应的一个过程 这个应该是益生菌的作用 谢谢小老师的分享 今天聊了这么多 也知道了 要养活好肠道 最重要的是要养好 一个良好的生活健康习惯 好了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 感谢您的关注和收看 我们下一期的 百姓健康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